6月27号一起关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案件终于沉冤得雪 要说起这个案件就要回溯到2015年了 一位海军陆战队退役的老兵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 他从2008年开始就在华盛顿州的布雷默顿高中担任美式橄榄球的教练 那么这么一位橄榄球教练在他去布雷默顿高中上班之前 他就做了一个祷告 他向上帝承诺说他会为了每一场比赛都来向神献上感谢 感谢在这一场比赛中球员们取得的成就 也感谢神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接触到橄榄球这一项运动 那么当他真的去学校上班了之后 他就一直持守着对神的承诺 比赛结束了之后肯尼迪教练就单膝跪地 静静的在那里祷告 感谢神帮助这些球员们打完整场 他每次祷告都是跪在球场的五十码线上末倒 大概用15到30秒左右的时间 而这样的行为呢他也一直持续了长达七年 教练在每次比赛后跪在五十码线向神献上祷告的行为 也感动了学校的孩子们 学生们主动的聚集过来问老师说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祷告呢 那肯尼迪老师就告诉他们说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你当然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但是万万没想到 就是这样简单的自愿聚集起来的赛后祷告 却激怒了学校的员工 在2015年的9月份 学区的教育主管发了一封信 称现在的学校已经开始着手调查他这种赛后莫倒的行为 是不是违反了相关的条例 之后学区就判定他的确违反了条例 命令禁止他在赛后莫倒 由于不愿意打破对神的承诺 尽管学校已经下达了命令 但是这位老师还是坚持在比赛结束后 独自跪在球场的50码线上进行简短的莫倒 但是他这样违抗命令的行为带来的后果是 学区给他修了行政休假 不允许他再以任何的形式参加任何的比赛 从此之后肯尼迪教练就在接下来的赛季中消失了 之后针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言论自由的法律诉讼 开始了 案子先去到了地方法院 但是地方法院站在了学区的这一边 然后再往上打 打到了第九巡回法院 第九巡回法院也选择站在学区的这一边 这就是为什么 这样一个简单的 明显的 关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案件居然会打到最高法院 周一最高法院的官方推特发文称 最高法院与这位高中橄榄球教练站在一起 最高法院六胜三负的裁决表示 公立学区禁止教练赛后在球场上祈祷 侵犯了教练的言论自由和自由从事宗教活动的权利 这个案件的多数意见是由最高法院大法官Neil Gorsach 他写道 在这里 一个政府寻求去惩罚一个人 因为他参加了一个简短的安静的个人的宗教仪式 他的行为受到了第一修正案 自由从事宗教活动和言论自由条款的双重保护 在这里政府提出了完全错误的观点 包含了强制调查和强制打压 这个案件一直从2015年打到现在 终于得到了最终的符合宪法的正义的判决 这一位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橄榄球教练 喜悦的心情可想而知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他对这个判决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心情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to say I just can't stop smiling And thank God and thank everybody that supported me And I found out that I'm not insane It's absolutely true of all the facts of the case And it just feels good to know that The First Amendment is alive and well It just proves that this is America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applies And nobody should have to worry about You want to thank God You can do it now And that's just an awesome thing For everybody 宪法的权利得到了保障 是非常值得开心的事 可是奇怪的是 不论是宗教言论自由 还是生命权 都已经明明白白的写在了宪法里面 这个橄榄球教练在球赛过后 祷告的事情 甚至根本就不应该到最高法院 因为不管是哪一个法院 甚至是个人 只要你看过宪法 你就会明白 这是宪法里面明确保障的权利 虽然这个路程很曲折 打官司花了八年左右的时间 一路从地方法院打到了最高法院 但是这一路的过程中 没有一个法院给出符合宪法的审判 尽管这个案件是这么清楚的 关于侵犯了人民 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 不过这也好 这一次的案子到了最高法院 在全国都引起了瞩目 这也是再次宣告了 在美国任何侵犯人民宪法权利的事 都不应该有一席之地 夏天是不是太无聊了呢 是不是想要找一些 合家欢乐又有意义的活动一起做呢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Impact Harvest Church 邀请你跟你的家人朋友 一起参加圣夏圆游会 在7月10号上午11点到下午4点 今年的主题是 仲夏之梦 想要帮助更多的人 可以找到他们的梦想 更重要的是他们造物组 创造他们时候的方向 让人活得可以更有意义 更有目标 更丰盛 Impact Harvest Church 欢迎所有AI News的观众 吸加带卷来参加 有丰盛的食物 饮料 还有大人小孩都爱玩的 各式各样的活动 包括现场乐团演奏 还有抽奖活动 我在这里真的是说不完 因为我当天也会在 因为那就是我的教会 地址是140 West Lime Avenue Morovia California 91016 详细请请换一道 Impact的网站 www.loveimpact.net 来了解更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